郭文貴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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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條啦 好來 我們先介紹 就開始今天的學商 四個黨都已經到現場 司法院呂太郎秘書長 法務部呈政務次長 全序部林常務次長 總統府呈參議 行政院檢檢察官 考試院林檢任秘書 監察院王處長 以後以下的部會我們就不再介紹 那麼針對上一次 我們大概針對法官法的廣泛討論 大概都有做了一些陳述 而且針對第四條 我們上個禮拜 也討論了將近兩個多小時 那徵求黨團的意見 第四條針對原額的配置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有共識 就是一個是十一人 一個是七人 一個是時代力量的黨團的修正動議 一個是民進黨黨團 跟司法院協商的建議條文 那這第四條 大家有沒有 有沒有妥協 有沒有共識的空間 好來 我們就各自 沒有的話我們 上次討論還有一個核心的問題還沒有被回答 就是法務部跟司法院 你們針對有關於停職的這件事情 你們的立場是什麼 還是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吊 好 好 現在就是解除職務這一個啦 停止職務這一個啦 司法院跟法務部做最後一次的回應啦 來請司法院先講 停止職務啊 我們還是希望能夠維持現有條文 就由院長啟動啦 有必要的時候就趕快處理 對啦 你的意思是院長啟動啦 對 那法務部呢 還是要省議委員會 我們是在第九十條 不在這個修正裡面 我們有兩個不同 我知道你們是上 我們行政司法院的 那能不能 黃國超委員的意思是說 都是司法體系 為什麼會有兩個 啟動不同的方式啦 簡單講就這個樣子啦 那司法院先 別人有可能會有不同的 對啦 這個是行政 行政部門是牽扯到全序部的問題啦 對啦 我知道就是考試 沒有來 上次全序部不是有澄清過了嗎 那你現在荒謬的狀況是什麼 荒謬的狀況是 獨立性相對 比檢察官更高的 我知道啦 有很多檢察官朋友 要去捍衛檢察官的獨立性 這個我都認同 那繼續用司法官 還是以後要再做什麼樣的處理 我想討論非常多了 不用在這邊贅述 但是今天在這邊討論 有關於司法改革重大的法案 我們不要連一些基礎的事實都拿出來揮啊 連基礎的事實都拿出來揮 只是讓 來參與這場協商 關心看直播的法律人覺得很可笑 法官的獨立性相對來講 比檢察官高 這無庸置疑啊 結果 相對獨立性比較高的 法官 要停止執行職務的時候 司法院院長決定就可以了 然後在檢察官的部分 那竟然是要人事審議委員會 同意才可以 同意才可以 那你們到底是 好 要快 要責任明確 那還是說 程序 要慎重 那你總是要給大家一個答案嘛 那在這邊扯說 什麼法官跟檢察官不一樣 當然不一樣啊 但問題是不一樣的方向 跟你們現在所提出來的方向 完全背道而馳啊 今天你如果跟我說檢察官 法務部長決定停止就可以了 然後法官要人事審議委員會 我還覺得稍微比較make sense 一點 那現在完全倒過來啊 獨立性高的法官 司法院院長可以決定 那檢察官呢 要經過人事審議委員會 那你不是說要快處理 那你如果要快處理 應該停職的檢察官 那怎麼不趕快處理 那我只是要你們給一個答案嘛 好 這個齁 好來 請周委員 我們盡量這一條齁 我想這條上禮拜也討論很充分 那我想黃委員他執著的在乎的這個 這個停止職務是不是跟審判獨立 會不會侵害到司法官的這個獨立性 我想未必可以畫上等號 那在這個第四條的條裡面 我們沒有放到放進去停止職務 我想著重於現在的實務上 還有制度上的運作就是說 它其實是雙軌制 我們沒有放進去 但也沒有排除這個人審會 它沒有停止職務這樣的一個權限 只是我們沒有放進去 我們就保留了司法院院長 在這部分的一個權限 那我想目前的實務運作 目前的制度運作 這樣的雙軌制 並沒有任何的違和 或者有任何的問題 那沒有放進去也不保 表示說我們就排除 因為目前的實務上 運作就是這樣 但如果放進去 就是可能會排除掉司法院行政首長 在這邊停止職務的權限 那是不是會影響到某些的案件 我們必須立刻 競速做成停止職務的決定 我想會有一些問題 所以我想目前的制度跟實務上 是採這樣的做法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這個方委員的意思 不是司法院有問題 是法務部有問題 我們我聽的結果就是法務部 為什麼法務部長不能進為 停止職務之裁定 還要這個審議委員會 現在我想司法院 這個防委沒有問題 是不是這樣 我說了南調人就糾正了 是為什麼法務部 為什麼 對啦 所以他現在就是要法務部問他為什麼 他只是要這個答案 你就給個答案 因為當時是不同的法條嘛 我知道不同的法條 你們有能不能往後朝這個方向來處理 可以啦 以後我們在檢討可以啦 好 那這樣就做互代決議還是怎麼樣來 等一下如果法務部 願意認同 就是說 我們要去處理 這一種 不適任或者是違法濫權的檢察官 停止職務這個部分 法務部部長應該要更有擔當 然後不要再出事 就推給人事審議委員會 該停職的檢察長也不停職 然後全部推給人事審會 那未來我們就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就有關於檢察官停止執行職務的部分 為了要提升整個處理的效率性 回應人民對於淘汰不適任檢察官的期待 增加法務部部長 他的可問責性 然後用附帶決議的方式 來加以處理 那這樣子的話 針對剛剛院長所建議的那一條 就停止職務的部分 我們願意 就拿得掉 沒有問題 就如同剛剛院長所建議的 可不可以 沒有 對啦 他是說能不能有一個附帶決議 來處理檢察官的事情 我們你們就考慮一下 請華務部跟民進黨團你們考慮一下 我這邊 我上次那個 為了這一條 跟洪端委員有不同意見 那也拖延到整個 這個學長時間 那我 我是 希望我們盡量克制不要講話 那我在這裡之後講一下 資料的不同系統 也就是說好方法在立的時候 我們過去在想很多事情 有人說這個你也不 非常不滿意 那當然 後來就先行了 那今天就是 針對六年前的審理 然後再做一個改進 那 當初 法官法是 經過二十幾年沒有辦法立出來 那 對法案通過以後 當然私下有人講說 這是根本就是法官福利法 另外一個很核心的思想就是說 沒有人可以處理的 審檢婚禮的問題 也就是說 立法官 為什麼檢察官用准用的 是 就剛剛在拆開好了 你也搞一個檢察官法 你一個法官法官 法官用法官法 可是這樣做得到嗎 這時候檢察官都跳起來嘛 審檢婚禮真的太嚴重了嘛 所以我們把行政院 沒有 台北地方法院的警察署也就拆開了 今天把他拆開 這是 噴到這個問題嘛 檢察官退廠期制 檢察官要如何處理檢察官 89條 89條 有處理嘛 包括難前追訴 不追訴的問題 1925 那你現在的機制要 讓檢察官 要處理檢察官 沒有那麼容易啦 希望125條 形容紀文 因為那個假如他是 已經要經過審判嘛 才有可能用國家評論法 第三條來處理嘛 根本不可能嘛 所以我們到目前為止 我們看到檢察官 你要檢察官 這個處理檢察官 有所謂難前追訴難前不追訴的問題 根本 這是一個很大 很大的一個問題嘛 說沒有辦法處理 那法官是高 那法官是 當然法官 他是這個 這個審判機構 是正義的最後 維護 維護者嘛 這兩個系統 性質上本質上 就不太一樣 那個長期 這種糾葛 以及邏輯上 不一樣 兩邊的思維不一樣 所以 當然 你用在法官的方面 還用在檢察官的方面 絕對是不同的思維啊 而且人的不一樣 那特質本質也不一樣 法官 不同的單位 本來的文化本質上面 而且長期以來 都是不一樣的東西 我是這樣的看法 這樣子啦 好 來 這個 這個喔 講 檢察官跟法官 其實坦白講 我這個是比較不專業 比較不懂 不過 一般的民間的 民意上面 大家所 當然今天我們最主要討論的話 就是解決 大家對司法的不信任嘛 那法官的部分 其實 從這個 他的 淘汰機制上面來講 就是 現在我們討論的 核心點 就是院長 跟審議委員會嘛 那檢察官這一邊齁 其實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於 他的濫權起訴嘛 講真的齁 我們所了解到的齁 那個是一個折磨 結果到最後 我們現在那個檢察官起訴以後 真正判有罪的比例是多少 一般是九十幾啦 但是那個 外界關注的 貪毒稍微比較低啊 比較低嘛 貪毒比較低 所以在那個起訴的過程裡面來講 結果到最後是無罪 可是他那個 冗藏的過程裡面來講 講真的是一個折磨 所以 所以這個不只是一個折磨 這個有時候會 會損耗掉一個家庭 一個那個的齁 到最後你判他無罪的時候 你還不了他什麼啊 這個冗藏的那些 都要多久啊 啊 都要多久啊 都要多久啊 不一定啦 一般來講的話 我們是在八個月 我們的期限是八個月嘛 對 一般來講 大部分是在三四個月內 到八個月內 會 不然就會 嘿嘿嘿 所以我們還是 我還是覺得 在這方面上面 還是 還是我們還是覺得 應該要如何有一個方向出來 那其實今天談的也是這個嘛 這個李翁金委員講的 不是起訴這個八個月 是起訴之後 進入法官 那個十幾年都還沒有結束喔 到最後是無罪這樣 那只十幾年才是折磨啦 那只要折磨 所以 我想這樣子啦 那人是 人 來 不然我希望大家報告一下 因為有時候行政官員 為了要他們自己的立場 有時候話都講得不是很清楚 我在你報告一下喔 史上最貪的女檢 叫陳玉琛 她被停職了多久 結果在停職的期間當中 還繼續領半薪 領我們納稅人的錢 我在司法法治委員會 我就質詢過了 這種貪污的檢察官 停職還給他領半薪 莫名其妙 半毛錢都不准給 結果那時候法務部還跟我講說 沒有啦 按照法律的規定 按照法律的規定 我後來去查 根本就在揮 我為什麼說根本就在揮 停職的時候是得給喔 不是絕對要給喔 那代表的是什麼 代表就是他們決定要給的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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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審議委員會 還有審議委員會也可以啟動嘛 你們 比較有彈性啦 但 法務部是比較沒有彈性 是審議委員會 你們 也有拿回 因為 檢察官、法官 在外界的感覺是一體的啦 憑良心講啦 那另外 這個 也問各黨團啦 針對 審議委員會的組成的人數 呃 石黛亮這邊 能不能尊重司法院的意見 還是你們堅持 沒有關係 我們就 堅持 沒有 沒有辦法尊重所謂司法院的意見 那 好 提的意見跟上一屆司法院一模一樣 讓人失望了 讓人失望了 那我們 第四條就保留啦 就先保留啦 那也請各黨團拿回去思考一下 能不能 益中求統 能夠有一些圓耳畫面的一些 一些 調整啦 也不見得 就是 司法院長就指定期 能不能有一個折衷你們再保留 我們再來檢討 現在齁